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吃上官司的名人 他是蒋友钦 因为不甘被台北美国学校退学 因此蒋家第四代蒋友钦 去年八月多次到校门口咆哮 而且用电子邮件还有脸书留言 骚扰恐吓校方 遭到视灵地检署疑涉嫌恐吓等罪嫌起诉 今天下午出庭 蒋友钦再度辩驳 强调他并没有恐吓以及伤害他人的意思 但是或许是有点累了 他在庭上不时低头沉思 还被法官问蒋先生累了吗 因为涉嫌恐吓美国学校 被视灵地检起诉的蒋家第四代蒋友钦 提前半小时在朋友簇拥下 步入视灵地院 不见母亲及哥哥蒋友婆陪同 面对媒体发问 全程不发抑郁 仅微笑已对 步入法庭后 蒋友钦再度承认 脸书上的讯息都是自己发的 但绝对没有恐吓或伤害人的意思 之后便全程委托律师发言 停上攻防重点在于 蒋友钦力称 脸书只是属于个人讯息抒发 而且没有直接传递讯息给美国学校 并不符合直接通知 或是间接转达的恐吓要件 还引述之前高院 曾审理无名小站的类似发文 却被判无罪 加强辩论力道 但在停讯一小时后 蒋友钦开始显得有些疲倦 不时抬头看中 时而低头沉思 冷不妨法官问一句 蒋先生你还好吗 蒋友钦才回过神来 步出法庭后 蒋友钦随即和友人快闪离去 针对蒋友钦发文的 我要打爆你的头 是否与练习拳击背景有关 将交付十大翻译所翻译 再择其开庭审理 U点TV你的乐流唱话 大家报道